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个应该是两天前在苹果日报 苹果以香港地区的一些producer 一些创作者呢 他们反的比较厉害 就他们直接找到这个YouTube Google 在远东地区的代理的人 那他们也出面了 出面就说了 所以就还连续登了几篇文章 这是他做了一个标志了 大概的意思呢 我不知道你看明白 这是一种受限制的 他大概的概念 他完全是有人说叫迁就广告商 Google 你如果看我们看很多朋友看球 看英超啊 看假这个一假 现在主要是英超 你看现在在英超的现场球场上 很多是中文字的 包括武汉加油都在厂边的这个广告牌都出来了 简体字 那个英国人肯定看不懂 那是给国内看的 我说他什么意思 就是说大批的共产党钱 来到了西方社会 那西方的生意人呢 他是为了钱 所以我相信很多广告商呢 也是因为这个 我跟大家解释过 我说我们在讲春晚 今年春晚的时候 人家告了我了 告了我了 后来查那是新加坡的公司 说代理中央电视台的 这事就 那你说你打官司 你去说 哎呀我们没那经历 我个人可没那经历 咱们他在很多情况下 也是出于这么个原因 那知道你这些人 别看你一个人 有多大影响 但你要有精力去 我去跟Google打官司 跟人打官司 跟谁打官司 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我们才节目中讲说 我只能 我们就这样 人家爱给不给 给呢就多喝 多吃口饭 不给呢不给 我们就这样了 所以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这里面你看这是钱 这是他做的一张图了 大概就是说 凡是现在 我去年我们谈到 所有香港问题 它基本都是标升受限 受限呢 就是你现在看到 几乎没有广告 或者有广告 给你一个十分钟的广告 我节目十一分钟 他给你放一十分钟的广告 反正你看不看 我们也跟大家解释过 三十秒钟 看过三十秒钟就OK 那十分钟二十分钟无所谓 你看过三十秒 他才给你 要不然他不给你 基本上是这么个设计 所以但是当你被黄标之后 他也有一点点广告 但是他基本就是 就不是那个了 你看英超的广告 五秒钟 五秒钟一个广告 五秒钟一个广告 三个五秒钟 四个五秒钟 然后给一个十五秒的 那大家也都能接受了 这就是英超 所以有些唱歌的 有些什么 他就就没有限制 现在的限制 完全是在跟中共相关的政治课题上 我希望朋友能听懂我说的意思 还有有几张照片了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操作图 他在这个人就用了这么张图了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可以 他愿意这么用 这种绿色的标志 那样的绿色标志 就是公开 节目公开 大家public随便看 那这个呢是不公开的 当有绿色的标志 你就可以投放广告 就是说谷歌对于你呢 广告上没有约束 它在显示不出来 如果有受限 那是黄色标志 只有受限制 那大家看我的节目呢 基本上你就看到了 没有什么 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太多广照 如果给你列出来 我做节目多嘛 一页大概有三十个节目 现在就剩涛歌 砍封神是绿的 剩下全是黄的 就没有广告了 没有广告 说涛歌到底能有多少钱呢 广告能有多少钱啊 实打实的两万个人看过的话 给五块钱 给富贵 真的 这个差不多 实打实的 实打实的 那还是很多朋友坚持看的广告 这基本就没有 就基本就完了 对吧 那有些人那个点击量 咱就不说了 是人家自己的事 我相信 他们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是 这是这篇 这是纽约时报 对不起 这是苹果日报的一篇文章 我就跟大家分享了 所以他就讲说 苹果日报是昨天讲的 说肺炎黄标 YouTube认错 那有高层引述高层说 叫AI出事承诺改善 AI就是说自动标志的 这是亚洲的 我呢把这样的文章已经传给我们 我们是北美的 那我就传给北美的控制室 人家不理我 他说AI出事 AI就是说是自动筛选系统 我那节目都是人 他发email 都经过人工看过的 就全给疯了 他在email上我兜的留 因为他按照操作系统 他是那么定的 我说那你 你既然 你的高层都承认是有问题了 那你为什么 这不是开会了吗 亚太区域的高层 星天二跟一些著名的YouTuber开会了 肖若元 这这都是都是香港的 然后他们提出来 说居系YouTube将问题 归咎于人工智能出错 广东话识别 那咱讲的是普通话 对吧 我讲的是北京话 所以这是他借口了 在我的YouTube上 甚至出现一个故事呢 我我那个节目上传 你看朋友有时候看说 怎么连标题都不全 我故意的 标题不全 他都给疯了 从你这个账号出起 我相信他就识别 在这个 在这个有关新闻平台当中 应该石涛做的是最多的 节目出起也是最多的 所以他是这么一个操作概念 我发现了一些我根本没有去申请广告的影片里面带广告 其实那个对于YouTube来讲 他耍心眼了 你既然这个节目不适合广告 我没申请广告 那广告你给人挂那个钱谁收走了 他这就是 因为他他为什么要要在节目上 你得有producer 你得有制片的人呢 没有制片的人 那他的广告往哪放啊 所以他同样还有一个广告投放量的一个 一个相信他有一个要求 所以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另外一个 这是类似的了 有人去去找过 这是前天去申诉 这叫高登音乐台 他基本上也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钱 就是他触及到的也是政治题目 你可以看到 他说他的点击量 他的点击量高达三百多万 差不多吧 差不多三百多万 他收入才 他把收入表一千块钱 大家可以算一千二百块钱 我刚才说两万个点击量给五个钱 就是这样的 差不多 基本就比较比较惨痛了 这是这个人人家是豁出去了 他不管了 我就跟你 我就跟你YouTube名科了 那因为名科有时候人家 YouTube找你折 给你废了 完全废了 我 那人家就这样了 这是这个团队的制作团队的人 他自己说都是红标 我没见过红标 我只见过黄标 没听说有红标 红标 它应该是一个版权的问题 社交媒体专家认为 是迁就赞助商而设的措施 迁就赞助商 这就我们跟大家讲了 谷歌里头可能有很多共产党的钱 他惹不起 那就像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 我觉得这就是有目共睹的事 所以我个人就觉得很自然 为什么讲 感谢朋友们对石涛的支持 这个事儿 这是另外一篇文章 写的也蛮长的 无差别黄标收入打减 创作理念 还有另外一个 这是自由亚路电台 被打压言论自由 所以都是 这是昨天的 讲有人去联署了 后来解释他们 为什么被黄标 是不是跟中共有关系 拿了共产党钱 有没有交代中共 有没有参与事件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朋友们心里 有个故事就行了 在今天的环境中 不容易 我只能说不容易了 大家分享最新的病情的状况 最新的病情状况应该是 里面有一些细节了 意大利今天死了49个人 这很厉害了 这是非常厉害的 那里面有一些特殊的 就引起大家注意的 现在是不到11万人 死了3500 世界卫生组织讲 个案的综数已经接近10万 其实超过10万了 而世界卫生组织应急方案的主任 瑞安 那个人叫迈克 他说不应该认为 病毒会在夏天一样 就会在夏天像流感一样消失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各国 合力抗议 他这个说法是非常关键的 迈克瑞安呢 他应该是医生了 我以为应该是医生了 我在过去时间里 接触过他一次发表 类似的 就是发表有关 这个疾病的那个消息 那他这个说法 这个定段 我刚才在两个小时之前 在推特上最先看到 他的残酷性是在哪 他这个说法等于给习近平 就是当头一棒 习近平在赌时间 习近平一直在赌博 他赌博的概念就是认为 病毒会在夏天的数消失 就是天气热的数消失 那这一句话 那他的定段那就完了 也就说他可能贯穿一年 而我们过去在节目中 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如果按照刘伯温的说法 那是一年 鼠年才刚刚开始 而他各种的麻烦 是交织在一起出现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对中共而言是非常残酷的 介绍一些具体的 星期五意大利死了49个 太多了 太多 他死亡197 197 将近200 那他的单日 他现在总体的案子呢 是4636 他很快就可以超过意大利 那如果按照这个数字 和那个死亡的话 他是4%的死亡率 很高了 英国也出现很快速的增长 首席顾问认为 已经在社区传播 而两名在西斯罗工作的行李员 受到干扰 这个有另外一篇报道 他那个就很可怕 那那两个人是行李员 就是装卸行李的 那每天他要接触多少行李 而英国的伦敦的西斯罗机场 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国际飞机都到西斯罗 然后很多人从那转飞机 到英国 乃至跟英国相关周围的国家 所以这是个很可怕的 而美国明显出现了扩散 对不起 我一咳嗽 昨天十个州 今天二十个州 昨天我印象十个州 今天二十个州 二百四十五 纽约州星期一 星期五一天多了十一个 纽约州就三千人隔离 华盛顿州有七十九个 死了十四个 今天没有太多 没有太爆死亡 川普签署了八十五亿 库德洛说 会考虑究竟如何帮助 受疫情影响的人 这是刚才 大概下午一点钟 一点钟左右 库德洛讲出来的话 所以美国应该是相当严峻的 给我的感觉是相当严峻的 我看到了一些细节报道 不是很乐观 不是很乐观 所以你从上面可以看到 就是作为意大利 持续在衰败 而英国是继德国和法国之后 它的增长数字就突然起来了 德国已经增加到六百多 法国增加到四百多 他们如果从单一的一个社区环境 就是一个单一国家的角度来讲 都超过了日本 日本是那条船 一千不到一千一 但是日本那条船是七百零几个 就是七百个 所以你如果刨掉那部分的话 日本也不到四百 所以那就显得很 如果在欧洲 英国 德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沦陷的话 那就全完了 日本韩国没有减少 日本五十五宗 一千一 对吧 一千一 但是你去掉七百个船上的 它只有四百 死亡十二个 死亡人根本没增加 它只死了六个 所以日本其实是控制不错的 南韩六千六 这是差的 而南韩没有看到它增加死亡的概念 那南韩的刚才有另外一篇文章有提到 南韩的处理手法 大邱 它是按照开放做的 它根本没有去效仿武汉 大邱有七百万人 武汉那是一千多万人 但它没有按照武汉做法 人们可以自由的流动 根本没封城 而目前看起来 韩国大邱处理的概念 远远超过于武汉 有很多人以为大邱会成为了 这个新的扩散中心 在国际社会中就像武汉一样 但它实际不是 而且韩国的案子非常集中 多名游船 对这个Cruise呢 就很麻烦 地中海邮轮旗下的 在马尔查折返 马尔查不接受 地中海邮轮公司为了免提 引起混乱已经回到意大利 在加州有另外一条船 也不让靠岸 中东 伊朗 伊朗个案超过将近五千 四千七 伊朗死了很多人 这是比较 比较那个 伊朗死了很多人 而且关键就是 它的政府部门 它政府的官员 部长级官员 甚至加上它的国会议员 将近三十个 它的另外一个总理的高级顾问 也死了 所以总统死了一个高级顾问 一个总理死了一个高级顾问 这是我们看到的大概的情况了 跟大家分享美国 给我的感觉美国比较厉害 疫情全美扩散 华盛顿大学全面网上上课 华盛顿大学是指华盛顿州西雅图 它大概涉及到五万多人 我跟大家介绍简单的概况了 大概涉及到五万多人 有一万人在校生 有另四万多人 不知道他是各种学生 现在正好是放春假 他放春假呢 他要不让学生们回学校了 回校园了 所以都是网上上课了 他校长发出了一个电邮 说我们华盛顿州立大学 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 经历过大萧条 他是这么对比的 那就没声可讲 就承认了 另外一个是耶鲁 耶鲁放春假 应该是今天是最后一天 他本来是应该放一个星期 结果放春假 他的校长要求学生把你在宿舍的所有私人物品尽可能带走 那意味着什么 校园关闭了 耶鲁有可能校园关闭 但耶鲁不承认 就说我没有那个打算 那你让他带走干嘛 所以如果在 而且他提醒就是说 在你拿东西的时候 你要想好了 一个星期 在现在的状况下 一个星期返回学校的可能性 可能性会被延后 英文他是这么说 可能性会被延后 那也就变成了回不来 所以耶鲁是名校了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美国 另外一个 这是在三藩市的 没了 九金山 华人诊所 他关掉三个 三个门市全关了 这是美国西部了 其中一个医生被确诊了 他说因为一个医生被确诊之后呢 他就要求所有他的分店的 所有的同事 十四天全都回家 他说政府并没有一定这么要求 但是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 大家去体会这种严重性 对不起 九金山是在华盛顿州的南边 是在加州的部分 另外一个 这是纽纽约 纽约一天增加了十一个 三千人被隔离 纽约州长宣布 全纽约州增加了三十 到了三十三例 他说接受检查人越来越多 确诊数量会增长 这里有一个技术问题 美国呢 他的测试的试剂数量不够 他就是有点像 中国武汉当初一开始状况类似 他试剂不够 所以就变成了很多人 其实是带军者 但他没有机会测试 费了防止扩散 下令强制44个人隔离 9个人在纽约市 那2700人在纽约市 接受预防性的 其他地方是1000人 纽约市长讲话 最新的一个人是50岁 那如何如何 然后已经下令保险公司 免费 就是对检查费豁免 那现在的纽约 现在的美国呢 还在执行着 奥巴马时的那种 那个医疗计划 那个全医疗计划呢 每一个人花了很多钱 所以这种情况下 美国人都必须买保险 如果没有买保险的人 就惨了 那付不起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他有多贵 我们只是举个例子 一个女士如果生孩子的话 在一个 你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普通外国人 到美国生孩子的话 一天 一万是两万美金 大概是 我见过一个 就突然脑溢穴的一个人 在美国 就纽约州的北部 他大概待了 五天 五天是六天 一百一十万 所以 因为他很多医院是私利的 就是他的保险系统 医疗系统 他是这么做的 那当然他造成了很多 有些人就 因为他 他交不起那钱嘛 干脆就跑蛋了 就这么着了 哎咋咋了 反正我也交不起 你也不能杀我 就这个了 所以 他会 留下很多纠纷 但是 不容易了 我只能说不容易了 另外一篇报道 有犹太人拉比 这是 这是也蛮特别的 我们讲过 拉比呢 在犹太社区当中是 他的位置比较高 社会位置比较高 是在叫新Rachel 我不知道这个城市在哪 其中 犹太人教会当中的一个拉比 他跟纽约州第二个确诊的人 关系比较密切 纽约州第二个确诊的人 那个人可能是个律师 很多犹太人做律师 在北美 北部很多 所以他造成了 这个也是类似教会式的 教会式的状况 那这个拉比呢 就给他的 给他 因为他是在教会里面 就这样 他是在教会里面 所以他就给了他 同一个教会的人 发了短信 大概是发了短信 对 他说我被感染了 目前状况良好 但我必须提醒你们 所有跟我接触过的人 你最好去检查去 让人决定下一步怎么样 这是 但是这些呢 都是比较 我们讲这是比较可怕 这就叫社区 基本社区扩散的概念 他说另外一个就是 在北美的 在纽约州的两个私人学校 它其实是一个 一个是小学部 一个是中学部 它是一个学校 私人学校一年呢 它刚才标出来 五万五美金 一年五万五美金 那是比较高档的私人学校 全关了 它里面可能是跟这个犹太人有关 英国的两个行李员 在机场播毒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感染了这个状况 所以因为病毒在缩料物的表面 缩料袋或者皮箱的 可以存活三天 而这个希斯罗 那是欧洲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所以这个就 这就变成了 难以想象 难以应对的 英国的体育部门 已经会见了 约见了所有体育赛事的代表 如何避免病毒在比赛场 所以有消息选项是参考意大利 必须闭门比赛 这就跟大家讲的 英超没有关注 所以利物普队 想拿冠军 哎呀 这个 这就是很典型的做法 如果他关了门 就像我们跟大家解释了 你现在旧金山有了 对不对 那旧金山如果有的话 LA有的话 那洛杉矶胡人队 洛杉矶帆船队 再加上金州勇士队 那就三个球队 在那比赛一关门 你到 如果 如果LA关门 你就想吧 就基本就 就这个 这就 这是一个不可预测的 来打击这些 而这些人都是精英 我一再强调 跟大家强调 这是 神出手 打击 人类 当今人类社会中 精英价值观念的人 我没看到英文有这么评论的 我觉得他们意识不到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 人们对石超radio 石超的声音的订阅 他确实是可以在第一个时间里面 大家收听到我的节目 我个人的节目的特点就是 每天的节目量比较大 那初级的主题又不同 几乎是从十几家将近二十家的新媒体中 我们筛显出来 每天最主要的内容 最主要的新闻内容 那加上我跟大家实际的 多年来 十几年来 做节目的这种经验 跟大家评价 不同节目 在它背后当中的生命的故事 这种生命的理念 在这种大的 这种危机的背景之下 其实是它真正的根本 那任何的瘟疫 其实都是在传统的信仰中 都是神迹的一种表达 那这一次的武汉病毒 更表现出的神迹的一面 因为它的方向性太强 它的打击目标很强 无论人怎么去掩盖 人们都可以看到 人们只有逃跑的余地 没有抗争的可能 人们在逃跑的过程中 在这种回避跟逃跑的过程中 人们自然会反思人们的行为 跟文艺复兴时期的概念是一样 所以当你订阅了石桃radio 石桃的声音之后 你可以在它的APP当中 拿到APP当中 第一时间里收到通知 第一时间里 在任何一个时间里 你可以随意下载 随意在线聆听 你可以随意甚至收藏某一个节目 有朋友说 涛哥你讲那个推背图的 五十七五十六 我听了五遍 我自己听的也蛮感触的 听了五遍 那只有在有这样的APP 有这样的声音文件 我觉得才感觉起来才是可行的 而且也确实能够在这种纷乱的环境中 能够朋友们听到不同的声音 因为在过去的时间里 很多的朋友留言说 非常感谢石桃哥的存在 每每在我们生命最 在它的仕途中 或者它的生活中最低潮的时候 听到你的声音 给人一种期待 给人一种生命全新的认识 我希望我个人的声音 能够在这种纷乱的环境 宿命中 无法摆脱的命运的过程中 能够尽自己一分之力 那非常感谢朋友们订阅石桃Radio 你的订阅本身也是对石桃的帮助 非常感谢